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让世界美好而又甜蜜 哪条好看 也对 像我这么完美的人 可以哪一条都好看 路总是要见什么重要的人吗 今天晚上有个慈善晚会 你也去看看吧 这些都是为你准备的 不知道你是个穿什么样的 都试试吧 毕竟走在这么完美的我身边 你也不能太逊色 下一套 就他了 副索尼来了 服务员 梁经理今天真是与众不同啊 周秘书是第一次来这种场合吧 不用紧张 就当见世面了 老娘当首席总裁的时候见多了 就知道在这儿等着我们 布总 今天就让周秘书 陪着您和大家见面吧 那你可要失算 当然 请 好久不见 小布总好 忘了介绍了 这位是沈氏集团的钱金沈凌薇 在工作上可没少帮助我 但是说起来也怪 她说起来也怪 她说我身边总有贵人相助 说得我好像没有能力一样 这位是周秘书 你好 你好 老德师傅 动不动就找我爸告状 好像我欺负他一样 那还不是因为你太臭屁了 从小就是个讨厌鬼 后面多句 小布总 好 湖山美艺的唐总 前年新宇艺术馆的颜料供应商 身价六个亿 好久不见了 你还记得我吗 唐总 上次在庆功宴上见过您 家父可是一直称赞 你们的颜料 在国内首屈一指啊 小布总意气风发呀 这次回国 你父亲可高兴坏了 颜色尝心感情常在嘛 有空 多来我们封公司坐坐 哎 一定一定 一点中方向 HG的总裁袁总 他们新推出了一款情侣手表 卖得很火 身价三十一 袁总 久仰大名啊 听说贵公司新出的一款手表 卖得非常好 我好多朋友都买了 是吗 谢谢啊 请问你是 光雨的布一剑 应该韵水家父不光雨 你就是小布啊 你都长这么大了 小布总 给你介绍认识一下 这位是程氏公司的总经理 程总 我的荣幸 我的荣幸 小布总真是相貌堂堂 年轻有为啊 程总 董事长发消息 说我及时找您 不好意思啊 先失陪一下 失陪了程总 小布 程总 你怎么突然把我带出来啊 刚刚那个程总 封品很差 总是欠工程款 这次准备得挺好啊 你是不是 瞄准秘书这个位置已经很久了 我可是总经理 三天前 一切和现在不一样 这几家公司的数据尽快整理给我 好的 钟总 钟总不好了 老孙这天天要跳楼 告诉他二十万已经是极限了 要么去别的地方跳 要么赶紧给我下来 别在这儿丢人 这组的资料赶紧给我 好的 程总 程总可真不是一般人啊 这种时候了 还能淡定处理工作 有话直说 我很忙 你这么处理老孙的事 会不会太无情了 你就不怕含了大家的心吗 梁经理怕是误会了吧 这里是公司 不是慈善机构 没有办法给公司 增加效益的人 难道留着你啊 话是这么说没错 那你总不能让老孙去别的地方跳吧 当然是去别处了 在这儿跳多影响公司的股价 这你都不知道 再说了 他要是真的想跳 也不会群发一条消息告诉大家 这么老实的人 也不知道是被谁 出了这么个坏证 好 钟总好 钟总 你都没投枪吗 恭喜啊钟总 怎么还是可以当了总经理啊 你还真信投票呀 做个样子罢了 人家业绩摆在那里 再不得人心 老板也是向前看的 以后还是要多业务往来 啥呢 那 那不是咱吉他那大公子吗 我小路小路 小路小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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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子爷回来了 不许打个招呼吗 我的位置可不是靠关系冲上去的 还是你怕太子爷回来之后 你这个总经理的位置啊 就坐不稳喽 小布总 你还是这么的气质非凡 小布总 也闹回国辛苦了 这位是 这位是南疆分公司的钟总 不好意思啊 我刚刚回国 公司人太多了 对这里不是太熟悉 小布总刚回国 公司上下部门众多 业务繁杂 小布总可能一时半火 摸不清门路 可别累坏了 我怎么才能够回到过去 回到曾经看烟花为我们而亮起 你是否还会怀念我们绚丽的记忆 我拿什么才能够换回你 也许这场梦做的事我太过用心 这是个秘密 谁也不能随便听 神经答应 何故也不想念 此物章 之后 为什么 有一个旅程 优务 四周 四周